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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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得兩宗800萬以下的成交 原業主組在15年前買入單位 現在仍大賺接近300萬 單位升值6成 荃灣如景新城的兩房戶 一個月內也跌價7% 最新的交易來自二座中高層G室 實用近500呎 同樣在5月起開價 當時叫價715萬 到最近終於獲得接欺 減價近9%以652萬轉手 實用赤價13100多元 代理說屋苑7月時 曾錄得同座同室的高層成交 當時單位作價699萬 意味同類造價大約一個月內下跌近7% 原業主之所以願意低價賣樓 因為早已退休並且移居內地 今次授權家人代為放售 件事放差所以決定只賺離場 按2007年的入市價197萬5千元計算 單位在16年間升值2.3倍 賬面獲利450多萬 荃灣由金濤的首置地皮 一月預期流標收場 發展商一致冷淡對待之下 政府都決定不再招標 直接交給房協發展 不過條款和地價都未有詳情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就說 是最好的結果 而至於交給房協去做 我想這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起碼資人發展商參與 我們知道它一定要保留一個 份額的利潤 但是如果給房協 這一類公營或非政府機構去處理 它可以基本上不虧錢 它自付到盈虧已經可以做到 那麼其實相對的壓力 發展的壓力都會小一點 地皮去向塵埃落定 下一步大家就要關心 未來是否還應該邀請 私人發展商興建資助房屋 例如樂建居的政策 是否需要調整 梁文廣就說 樂建居有獨特的吸引力 不可以跟這次的事件直接比較 私人的地 它自己拿出來向政府申請 我要做資助出售房屋 如果在住宅的部分會有優惠地價 或者究竟附近的社區整體的發展 是否可以令到這些私人發展商 它本身在附近的其他規劃 可以一起出來一起去做呢 可以吸引到一些發展商 可能它持有的地本是農地 是新界區 可能如果我現在不用樂建居 其實它要保地很貴 然後又不保就要曬太陽 仍然有些誘因 可以令到私人發展商 將這些它本身在曬太陽的土地 拿出來發展成為出售之後的房屋